只要是遇到紅燈 不管是誰都要停下來 可是自行車的話 是不是有特權呢 至少舊金山市長李孟賢就覺得不是 所以動用否決權 駁回市議會讓騎單車的民眾 可以慢慢騎過停車標誌的決定 規定他們一定要在每個停車號之前停下 真的有這麼守規矩嗎 蘋果記者統計 在這條繁忙的單車道上 半小時內就有11台單車經過 其中8台闖紅燈 比例可以說是非常的高 其實就金山市議會上星期才通過提案 讓單車客可以慢慢騎過停車標誌 但實行不到一個禮拜 就被市長大力喊停啦 中文字幕迢兰